中華同心寶寶 中華ja 伊尿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日絨媽媽的料理時間 ㄟ donors 我還有出現呀 我今天要煮應該比較簡單吧 今天我們準備的料理是 導航涼拌小黃瓜 它的名字叫做甜甜的小瓜瓜 我们的食材超简单的 就是小黄瓜完了之后 就是盐然后糖 所以呢 把小黄瓜切成圆圆的一小片一小片 粉丝提问时间 粉丝们想知道说 孙老师在求学的过程 你是读什么国小啊 国小啊 我们那时候住在盐坪桥下 所以读的是大桥国小 那你们有营养午餐吗 那个时代 没有 怎么可能 还有营养午餐 没有 伸到要死了 又要让整粒了 那是要吃 吃的都自己带 吃的就带便当啊 妈妈会帮我们准备便当啊 可是据我所知呢 我的外婆 是黑暗料理界的大王中的大王 所以阿嬷也会帮你们准备料理 对 但是我们的便当打开来 通常同样的菜色 呃里面就是 1个滷蛋 2个滷豆干 啊 1个滷肉 这样而已 村子都白米饭 有简单吗 有简单 阿那就做整顶滷滷掉就好了 因为妈妈跟爸爸也很无缘的啊 那时候他们也是 爸爸妈妈都还在跑江湖啊 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们 阿家里又有这么多小孩 我们有8个小孩咧 所以哦妈妈真的很辛苦 还好还有饭吃 中餐的时候都可以吃的饱饱的 那这一直到现在 我的最爱是滷豆干 跟滷蛋 跟一碗滷肉 所以读国中我觉得好辛苦哦 因为要联考啊 所以三年都一直在拼一直在拼 好不容易啊 国中读完了 那个时候呢 参加联考 那本来想说 我应该是前三志愿没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在学校国中读的是 哪来的自信 前三志愿 前段班耶 我读的是前段班耶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班呢 其实成绩是全向最好的 那我也想说应该是前三志愿啦 你也知道那个时候 所以人哦 又有运气 啊运气 如果不好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顺 这个故事我大概一天 他讲了八百遍 有吗 有啊你说 有什么 我连考不考到前三志愿 考到第六志愿而已 因为他考试的时候 拉 可能就是吃无 哈哈 哈哈 落塞 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考不好 然后牵托常胃的故事 牵托常胃 哈哈 所以学贸易 学会计 然后呢 哪知道呢 一到了注册的时候呢 我就被人家选上了 因为身材很美 人又长得甜美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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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拌小小小的汤匙 这叫做什么 糖 冰糖 好冰糖 细的哦 两汤匙 对对对对 细的才会化掉 两汤匙吗 对对大汤匙两汤 好 均匀 均匀 一汤匙 一汤匙 这都可以跟着自己喜欢的口味调整啊 然后跟大家说这咬要大概咬多久 唱一首新騎伯伯的时间 好 好 这样子办好了 够吗 但是要出水呢 摇到出水嘛 一条 一条 哪有这么近 摇到出水 好 所以大概是要四手先站起来的时间 四条要出水 好 他其实真的会有 出水对不对 对会有一点 啊其实是要 摇了超多久 差不多均匀呢 就是放置 让它慢慢的 他自己就会 出质自己的老板 产品就是会冰冰凉凉的 超好吃的 我觉得超好吃的 嗯 比一般的甜 嗯 那因为是要给小朋友吃的 所以我们不敢放醋 那 所以 甜甜冰冰 很适合在夏天 做这道菜呢 虽然没有什么油烟 但是 怕一次会进到厨房那个区域 所以我还是要戴上浴帽 但是因为呢 戴了浴帽以后呢 怕造型没有很好看 所以我跟各位讲 吃这道冰冰凉凉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下面的厨房放下来 是 美美的精髓 所以有另外一种时尚的感觉 对 所以虽然是戴浴帽在煮菜煮饭 我们还是要注意 我们的移动 有没有美丽 好的 记得要帮我们订阅 然后按赞跟分享 还有就是 边咬边 边咬边宣谈 对 没有 然后这个要会唱 七里要丢哦 新加表辈哦 知道没有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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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